凯特不得不公开病情 病例被医院泄露 曾经准备私下接受治疗 根据《每日邮报》分析 凯特这次并非主动公布病情 而是因为受到了外力的影响 三位伦敦诊所的工作人员 直接泄露了凯特的病例 导致英国王室必须再次进行危机公关 即使泄密者已经被警方带走调查 但是未来的不可控因素太多 因此王室必须提前公关 也就是说凯特公布病情的速度 要比阴谋论编造的速度更快 肯辛顿之前几次发布的照片 事后都被证实是假照片 简直就是戏弄大众 但是凯特的病例被盗走后 英国王室一下子慌了 被迫公开了凯特的病情 三位医院的工作人员 利用植物上的便利 直接调取了凯特的电子病例 好在医院的后台有记录 虽然被系统成功拦解 但是凯特的病例还是发生了泄露 凯特已经无缘无故消失了三个多月 网上的阴谋论更是满天飞 再加上病例已经泄露 因此王室果断选择了公布 也算是给大家一个交代 但是即便肯辛顿宫发布了辟谣视频 网上的猜测还是没有停止 反倒是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视频中的凯特透露 自己正在接受预防性化疗 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刚刚查出来患癌的时候 凯特和威廉曾经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私下接受治疗即可 并不想公布病情 毕竟凯特是个很注重隐私的人 并不想把自己的真实情况搞得人尽皆知 但是到了危机公关的时候 还是要以王室利益为重 上一次凯特为假照片道歉 这次也不得不亲自出马 详谈自己的病情 并且呼吁大家多给自己留一点私人空间 由于狼来了的故事太多 导致英国王室的公信力下降 就算发布了辟谣视频 网上的阴谋论还是没有减少 盖地图片社率先发难 为这段视频增加了免责声明 意思是自己判断真伪 英国王室之前发布多张假照片 遭到主流媒体的集体抵制 甚至认为肯兴顿宫 不是一个可靠信息的来源地 如今凯特只发布了一段视频 本尊并没有出现 网上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路透社和美联社也跟进 纷纷质疑视频的真实性 看来媒体也是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警生 都不敢相信王室的辟谣 甚至都开始采取技术手段 分析视频和照片的真实性 凯特王妃最后一次亮相 还停留在去年的圣诞节 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即使新肯顿一再强调 威尔士王妃正在逐步康复 但是无图无真相 本身就很没有说服力 威廉王子的反应也很奇怪 以照顾妻儿为由 缺席了复活节的功能 此外还坚决反对哈利一家回来 理由是不想影响凯特养地 给哈利王子浇了一盆冷水 最离奇的一点是 威尔士三宝也跟着妈妈消失了 很久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 不少读者纷纷猜测 英国王室很有可能心里没底 否则危机公关不会这么插进 凯特王妃不愧是英国王室的顶 讨论度和话题度极高 期待她早点贪腐王者归来